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接下来呢 我想要教你们一件事情 就是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图片 好 这边有一张图片 这边也有一张图片 这也有一张图片 反正这一份文件里面有非常多图片 他说 他要一口气把所有图片通通删掉 那请问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 只要是问题 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 那怎么解呢 随便你将游标落在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 我们可以点选常用底下的取代 取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寻找目标要改成什么 寻找目标要改成 一样 刚刚这边是不是更多 点下去这个更多 指定方式 请问哪一个是跟图片有关的 它不叫图片 它叫图形 其实在这个地方 图片就是图形 好 所以点选图形 然后接下来取代 请问你要把图片删掉 所以取代为里面要放什么内容 没有内容 然后接下来点 全部取代 他说全部取代了85张图片 85张图片变成没有东西 确定 再做一次好了 他说完成了零像 就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图片删掉的动作 好 那以上呢 就是删除图片的做法 能不能再做一次 不行 再做一次也没有意义 就是选档案底下的取代 然后接下来 这边寻找目标 寻找目标 你一定要用更多里面的指定方式 里面从上面往下慢慢找 有看到图形 图形就是图片 也就是Argg Argg 然后接下来呢 取代变成什么 取代为没有东西 全部取代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一键删除 所有文章里面的图片 所有文章里面的图片